你知道最绝望的经历是什么吗? 他叫潜艇维维迷 原本是一名湖北行民的初三学生 由于对植物大战僵尸续作 PVZR的极度失望 当时年仅16岁的他决心着手制作PVZR创版本 并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填上无数PVZ老粉丝心中的一难品 然而由于人力短缺 游戏创意的保守 他最初尝试的改版杂交植物少有问津 然后的绞尽脑汁 构思各种天马星空的杂交创意 开始高强度的更新视频来增加关注度 然而得到的回应依旧寥寥无几 为爱发电数年 似乎只有医院不断响应他的召唤 原本从小体弱多病的他 期间数次住院 让他崩溃的发动态表示要放弃 或许是粉丝的鼓励 抑或着心中一直抱着的一个信念 那就是 总有一天 我要制作出能使我自己问心无愧的作品 随着今年3月27日推出了 PVZ杂交版1.0 成为的青年 PVZ二创长跑中一处至关重要的怪典 游戏中各种奇思妙下的奇特质 汉堡王 纯情迷大 财神花 火影石油 以及各种武力之豹满的僵尸 宾利巨 气球武王 让玩家们大概眼见 之后的故事相信大家也清楚 升级成2.0的PVZ杂交版 开始在直播圈内广为流传 例如著名主播陈泽 早在4月底就开始频繁制作PVZ杂交版 视频 维席圈主播战英的盲和名场景 加速了PVZ杂交版的传播 在玩家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中 潜艇娓娓弥合 PVZ杂交版 自自一飞冲天 时至今日 他和团队依然在免费更新游戏 与粉丝们交换游戏的灵感 PVZ杂交版 将一位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串联在一起 他承载着的是所有玩家的梦想与坚持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这种 有温度的游戏